所谓黄金后场 指的是一支球队的后场搭档 也就是组织后卫 得分后卫都拥有很强的实力 现役NBA 灯泡组合 水花兄弟 都是其中的代表 日前 正参加中国型的霍花德 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 认为沃尔加比尔是现役联盟最强的后场组合 这当然是魔兽在自卖自夸 毕竟他下载季就要和沃尔 比尔搭档 那么以下这五大黄金后场中 你认为谁的实力最强呢 No.5开拓者 利拉德加迈克勒姆 自从迈克勒姆被正式提为先发 他和利拉德就成了联盟最优秀的后场双枪之一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两人并非是传统的你擅长组织 我擅长得分 他们更相识两个双能位 而身为开拓者的绝对核心 拥有超强得分能力的二人 每个赛季都能场军携手贡献40多分 上赛季 利拉德场军26.9分 4.5个篮板6.6次助攻 迈克勒姆场军21.4分 4个篮板3.4次助攻 表现仍旧稳定可怕 并携手将开拓者在墙壁如林的西部带到了第三的位置 实属不易 No.4奇才沃尔加比尔 相对于开拓者双枪 奇才双枪分攻较为明确 沃尔组织能力出色 比尔进攻才华出众 他们共同构成了奇才的基石 并随着联手的时间越长 也越来越默契 本赛季至今 沃尔场军19.4分 9.6助攻 3.7篮板 比尔场军22.6分 4.4篮板 4.5助攻 不但 携手入选了全明星 还带领奇才打进了季后赛 新赛季 有霍华德镇守内线 期待奇才带给球迷更大的惊喜 No.3凯尔特人欧文加塔图姆 布朗上赛季 来到绿军的欧文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 场军24.4分 38篮板 5一助攻 绝对的顶级后卫 而两位叹花狼布朗场军14.5分 4.9篮板 塔图姆13.9分 5篮板的助攻 也让人眼前一亮 新赛季 海卧德回归后 不出意外将出任首发三号位 这意味着布朗 塔图姆要竞争一个首发二号位 个人更看好技术更全面 心态更沉稳 球风更成熟的塔图姆胜出 当然不管谁来搭档欧伦 都足以保证绿军后场的强大实力 相信在少帅的史蒂文斯的西新指导下 绿军后场定会更上一层口 No.2勇士库里加汤普森 无需用太多的语言 去形容水花兄弟的伟大 四年三冠是最好的证明 库里和汤普森 这对联盟三分球最准的外线组合 威力无穷 只要一人发飙 就足以让对手淡寒 而当俩人携手发威 对手只能缴械投降 上赛季 库里场军26.4分 5一篮板 6一助攻 汤神场均20分38篮板 2.5助攻 勇士再次无悬念夺冠 新赛季得到了考神后 勇士众星云集更加令人恐怖 但明眼人都知道水花兄弟 才是这只王者之师的灵魂 No.1火箭哈登加保罗 一个视线第一得分后卫 一个视线以最纯正的组织后卫 组建的首个赛季 哈登场均30分54篮板 8.8助攻 生涯首次荣英MVP和得分王 保罗场军18.6分54篮板 7.9助攻 关键时刻成了火箭最稳定的点 在灯泡组合的带领下 火箭常规赛取得了全联盟 最佳的65胜17负 在保罗缺阵的情况下 在西部决赛向西中汉部未免冠军勇士 令人遗憾 或许有人预感过他们会配合得不错 但很少有人能想到他们竟如此合拍 灯泡一相逢 就成了全联盟最令人恐怖的后场二人组 如今刮落修成 安灯泡组合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